一阴监护权纠纷 花花公子前女摩鞋7岁幼子纽约跳楼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深陷争夺儿子监护权纠纷的47岁前花花公子 模特儿史蒂芬妮尼可莱、Stephanie Nikolai 带住7岁儿子文森从纽约高坛饭店跳楼自杀 两人双双身亡 纽约警方表示 两人遗体在19日早上8点15份左右 于饭店二楼阳台被发现 并认为这事起自杀案件 目前 调查人员正检视相关画面 并询问任史尼可莱的人 来找出他的自杀动机 根据当的电视台WABC的报道 尼可莱跟文森两人为高坛饭店的顶层套房房客 一名熟悉调查的消息人士指出 并不清楚两人死亡顺序 目前主要朝谋杀后自杀方向进行调查 但最终将有法医断定 消息人士还透露 调查人员目前也对尼可莱和他分居丈夫间的监护全纠纷进行调查 曾在四个月前代表尼可莱进行监护权诉讼的离婚律师菲尔德表示 他当时就担心尼可莱 我认识他20年了 我不仅是他的律师 还是他的朋友 菲尔德并称自己两三个月末陷到尼可莱 且即便在尼可莱去世前一晚也谈了很多 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可能会自杀 菲尔德还说每次陷到尼可莱时 他总是快乐 礼貌和端庄 小男孩长得很好看 他的生活都围绕住这个孩子 他会带他来办公室 他是个可爱的小孩 喜欢蜘蛛人 很受办公室内的女孩子欢迎 根据尼可莱的个人网站 他是花花公子杂志1992年11月号封面模特儿 并称自己支持LGBT活动 Zak呆住 如果您有什么意思 教官呢 好不好